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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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射箭 比拼 吹箭 双方选手 请各就各位 A方选手 第一剑 开始 7环 B方准备 10环 A方准备 9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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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环 A方准备 8环 B方准备 10环 10环 8环 5环 5环 9环 2环 8环 9环 3环 3环 4环 3环 3环 5环 5环 8环 4环 5环 十环 B方准备 七环 好 A方选手 准备 十环 B方选手准备 九环 A方准备 九环 B方准备 好 此时此刻双方应该非常的胶着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来看看现在已经射了多少箭了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接下来还有两次机会 各有两次机会 好的 来 好 双方选手 请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和状态 第九轮 A方选手准备 九环 第九轮 B方选手准备 脱把 脱把 最后一轮 A方选手准备 十环 最后一轮 B方选手准备 十环 十环 哇 好的 十轮 结束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双方的总成绩 好的 那么他经过十轮 A方选手 取得了 九十环 B方 八十一环 好的 因此在这一轮的挑战赛当中获胜的是我们的 A方选手 恭喜 二十九位选择A的朋友 恭喜你们 好 好的 真是非常精彩的一轮比赛 是是是 这个应该说陆从云心理素质其实挺好的 因为一开始上来几间设的有点失常 对不对 好的 我想问一下这个宋先生 宋先生 为什么会有一会有一标是拖把了 对 这个吹剑有点局限性 正常我们训练或者参加这个比赛都是在五米的距离 五米 今天在八米已经超场发挥了 已经是超场发挥了 你认为这个车型已经是超场发挥了 对 我可以看到他已经汗流浃背 也有一点体力透支的感觉 没错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吹剑的准度真的完全 因为其实的这个陆从云他是靠的是这个工具的那个弹力 还有瞄准器 那个后座力来去打出去 而我们的宋先生真的完全是靠他的肺活量 对不对 而且是靠他的气息 对吧 所以真的也不容易 好的 刚刚的这个比赛真的非常非常的惊喜 而又刺激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不管结果如何 但是我相信宋先生今天的这个吹剑的绝技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好我们这个陆教练啊陆教练啊陆教练的这个神社的记忆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啊可以私下跟他们二位联络一下 不论是吹还是射啊 是看看究竟哪一个更适合你 好了再次感谢两位今天的精彩表演 来接下来时间交给王凯 好的 刚刚这门比赛我相信包括我们所有现场以及电视界的所有的观众 看的那都是热血澎湃的 而且有一种那种刀光剑一般的感觉 对不对 那个射箭 很帅啊 当然那个吹剑让我想起一句老话 叫鸣枪一朵暗戒难防 古时候估计最怕就是这种剑吧 杀人于无形其中 当然了 电视界的小朋友们都不要去模仿 在这我们要赞养的是他们的准度 因为无论什么兵器 如果你失去了准度 那么带来的就只有笑话 不信我们来看看趣味视频 怎么样 是不是像我所说的 如果失去了准度 那么再先进的武器 那也只能闹笑话 对吧 好了 那么在这呢 我们要公布一下 刚刚的这些我们中奖的名单了 在中奖名单公布之前 还是要提醒各位一句 除了刚刚的咱们的这个视频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 来进行转发 在这三位好友之外 你也可以通过乐享电视 一起同步观看直播参与竞猜 当然了 今天这轮的微信的竞猜的获胜者呢 是一位叫做猫猫小月的朋友 恭喜你在第一时间答对了 选择了A 你获得的是 由江苏长州烟城野生动物世界 所提供的 自己开车看动物的门票 恭喜恭喜了 当然了 我们的奖品还有两份 一份是咱们的迷你洗衣器 另外一份呢是咱们的游厅取暖器 依然等候着各位 但是各位 行动怎么着 一定要快啊 作为2014年的第一期 乐透星期五 我们前两个项目 我觉得真的是意气风发 多有一个非常这个 豪气的这个风格 对吧 又是骑马 又是射箭 对 那新年一开始 除了我们跟马有关 咱们的节目里面 最大一个亮点 就是和动物有关 接下来继续要来请上一位 非常可爱的动物朋友 这位动物朋友 非常非常的厉害 他会一项绝技 这个绝技究竟是什么呢 来 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他 哈喽 好开心啊 各位好 我是天天 我们现在来到了美丽的天津 这边呢 刚刚下了一场大雪 那今天呢 在什么寒冷的天气下呢 我们要进行的挑战 就是看我们的挑战者 在一分钟之内 能跳什么都想下 请上我们的选手 有请 哈喽你好 哈喽大家好 今天就帮大家打个招呼 他的名字叫现代 为什么给他起这么好玩的名字 因为他的速度比较快嘛 所以像汽车一样就给他起了一些好车的名字了 像汽车一样奔跑 速度非常的快 他今天多大了 今天三岁了 三岁了 也是一个老选手了 不知道今天会有怎样的表现 你知道他今天状态怎么样 他的状态很好 如果我发挥的好的话 他就表现得可以非常的棒 那也期待今天王教练能够有很好的表现 其实我觉得今天现代的状态还不错 你看啊 知道天气都要寒冷 还穿上了小棉袄 有备而来 不知道接下来会有怎样的表现 要不要先调整一下 好 期待你们接下来有很好的表现 那现在呢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把时间交给小鲁曹阳 像王教练养的这条狗 千万不能晚上带出去 为什么 都看不见它了 会隐身了 是的 通过这个短片 我还了解到另外一个讯息 原来在狗狗的世界里 最有名的跑车是现代法 厉害了 但是啊 不管它是叫现代 还是叫古代 它确实是一只最会跳绳的狗 其实在我们这个乐透新军舞台上 来过不少跳绳的高手 之前有过一位啊 这个亚洲冠军 很多花式跳绳 对 还有一个是骑独轮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骑独轮车的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都是跳绳的高手 而今天呢 我们这个跳绳 不是单一的跳 是配合跳 我们刚刚的这个现代呢 要和他的王教练 一起来配合像 其实叫双人的跳绳 对 但是呢 今天呢 他们的挑战另外一方 B方选手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呢 来 让我们一起认识他们一下 有请 好的 欢迎地方选手 来 欢迎两位 欢迎 两位这个 父子俩 对 父子俩 来 先做介绍一下 小朋友来 大家好 我叫卵锦行 今年七岁 来自山西路小学 今年级四班 山西路小学 这个据说 你们山西路小学 有一项特长的体育锻炼项目 是不是 是什么 跳绳 跳绳 你是不是一进一笑 就开始跳 一直跳到现在 对 没上课吗 你们平常 客余时间 你们都是什么时候跳绳 下课的时候 和上体育课的时候 都跳绳 你觉得你自己跳绳厉害吗 厉害 有多厉害 十名左右 十名左右 全校前十名左右 不是 全班前十名 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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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班也有十个人 他全十 班上也有个三四十号人 也不错 好的 给我们介绍一下 边上这位帅哥 资深帅哥是谁 是我爸 爸爸跳绳厉害吗 爸爸跳绳怎么样 厉害 也厉害 我们让 把话筒给爸爸好不好 爸爸跟大家也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鸵锦行的爸爸 鸵韵哲 大家好 鸵氏父子 今天来挑战 您刚刚在后台 瞄了一眼 那个对手 你们的对手 就是一只叫 现在的小狗狗 和他的教练 你觉得 他们那个组合厉害一点 还是你们组合厉害一点 应该我们厉害吧 对 好的 你觉得你有信心 可以战胜他们吗 有 好的 可是啊 这个呢 跳绳这种事情 不是说声音喊的大就有用的 对吧 这个真的是要一分钟之内 一个一个跳出来的 所以今天的比拼 是A方组合和B方组合 一分钟之内跳绳 究竟谁跳的比较多 好的 来我们再一次和我们的这个外景主持人天天啊 我们来看看他那边比赛的具体情况 来 请看 好的 经过一小段时间的准备和热身之后呢 我们现代和教练也已经准备好了 计时 开始 好的 比赛开始了 辛苦天天在线上 还要帮他们记着数啊 那边我们来说一说 其实 你可以看到 这叫做现代的小贵宾狗呢 他应该算得上是贵宾当中的一个优良传统 就是贵宾特别喜欢跳 而且你看 他每一次都是养着脖子 看着主人在跳的 所以说其实与其说 这是一个狗狗与主人之间的共同合作 倒不如说是 王教练自己的个人展示 因为我相信只要他自己不会出错 那么这只现代的狗狗 也不会给他带来任何的错误 虽然说频率上感觉 没有个人跳这么快 但是两个人毕竟还是要配合 对不对 更何况这还是一个 不会说话的小猛虫啊 但是很厉害了 在这边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他们 时间呢很快就要到了 还有最后的十几秒钟时间 在这儿 我们来看他们的数字 已经拿到六十几个了啊 好 能够突破七十呢 最后的五秒钟 七十了 恭喜他们 七三 好 祝贺他们完成比赛 谢谢 时间到 来 有请现代和我们的王教练 感觉怎么样 累啊 特别累 对 这一分钟我觉得你比现代更累 对 今天这个一分钟 七十七个成绩 你们满意吗 还行 那平时的最好成绩大概是多少 平时有八九十 一百的都有 那今天问题出在哪里呀 天气太冷了 风又大 那个绳子也发飘 跳不起来 所以今天的成绩呢 是七十七个 还不错啦 在这么冷的天气情况下 我们的现代和王教练的成绩是 一分钟之内 七十七个 A方组合一分钟之内 跳了七十七个 虽然他们的频率不快 可是呢 他们在一分钟的时间内 并没有出现过一次失误 其实双人组合跳绳 最关键的就是 要双方这个心有灵犀 要有默契 这个跳得快没有用 必须呢 能够持续的时间长 所以我们B方的这对父子 是不是足够默契 而速度又足够快呢 在一分钟的组合跳绳当中 究竟是A方会获胜 还是B方我们这对 还没有比赛的父子会获胜呢 各位这个问题 留给电视机前的你们 025-6816-9188 热线开头